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今天小群Tron Plus 非常的荣幸邀请到这两位来到我们现场 一位是1970年代台大法代会的主席 他是红三雄董事长 另一位是1971年台大法代会的主席 陈林玉律师 这两位呢 这两天很多观众朋友注意到了 在基隆罢名的街头里头 他们走上街头了 而一方面他们长期关心台湾政军动荡 所面临的未来趋势跟挑战 比如说在立法院的国会职权法 在5月28号三读通过时 这个立委扩张权力 许多的公民团体所发起的清鸟行动 当在全台湾同步登场同时 50年前戒严时期的他们 是台湾最早学运的发起人 而在50年后的今天走上街头 当他们在清鸟活动的现场里头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跳上了战车来进行宣导 而身为1970年代的台大法代会的主席 来我们一一为你介绍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红三兄都上晚安 好晚安大家好 是谢谢林毅律师林毅姐 大家好观众好 是两位是不是谈谈50年后 是这个站上这个战车的 这个宣讲团的一个第一线 不管在台北 不管在近南路或者青岛东路 或者在基隆 那个感受是怎么样 是好我先讲 OKOK林毅姐先来 我想那个清鸟行动 其实是5月23号开始的 那时候我其实正好在生病 所以到5月28号那一天 三险我就说 Sandy比较好了 我们出来关心一架 那所以我们当时是完全没有 心里要讲话的 结果我们是到了青岛东路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宣传车 那他们就请我们两个说 你们是不是请大家观众都写 来宾都写了一下姓名 那我们两个不想写姓名 所以就写了一个 1970年代法贷会主席 跟1971的法贷会主席 结果他们一看到 就马上就希望我们上去讲几句话 所以也是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当时就是很简单的讲说 今天立法委员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 我们要宰州就能够复州 那他们今天做的不对 我们就可以有把他请他们 收回他们的权利可以把他们罢免掉 然后当然就很有人就问我说 哇已经相隔那么多年了50年 你还是为什么会站出来 你已经70岁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一个70岁有理想的人 比那些30 40岁 50岁的不孝立法委员更年轻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1970年代 那个台大我们的理想 我们追求的理想 我们心中的自由民族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 这是仗上聚的原因 听起来觉得真的很感动 那么董事长我们也看到因为立法院啊 英里门论述里头变成一个立法庙 那韩国瑜的英里门论述是庙公 那国民党立院党头的总招呢 傅崑琪根本像是斗逃一样 那黄国昌呢就是冬季 当年大家印象很深刻 黄国昌手持的这种太阳花 跟这些年轻人站在同一个阵去对抗国民党 现在手拿太阳花不代表太阳花的精神 他们看到了我们所看到 他是密切跟国民党航瀉一气 站在年轻人的对立面 而现在这些立法委员把蓝白立法 利用台湾的法治 利用台湾的民主打民主 利用台湾的法治 摧毁台湾的一个法治 您怎么样来看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而你站上街头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第一个站上街头啊 我主要是因为在长久以来 大家一直认为这一次的政府 他所得到的投票率相当的 不是那么样的乐观 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轻人 他们对于执政党的执政 他们感到的可能有所缓面的思考 所以造成这一次选举总统投票率 虽然当选了但是不高 而立法院终于沦陷了 那么有人就批评 这年轻人怎么好像就被这些 整个妖魔鬼盖牵引了走 忧心忡忡 不过呢 当我到立法院前面的这些 这个轻鸟活动的场景之后 我看到了年轻人互火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每一个人不管他年纪大 年纪小 当然都会因为有自己 一时的价值判断 但是这个轻判断如果误差之后 造成今天立法院这种乱象 那是不值得的 可是年轻人的这个反思相当的快 我在现场看到那么多年轻人 他们站了出来 甚至他们有所谓的宣传车 在让这个民众可以上台去 对于目前立法院的乱象 做一个批评 我是觉得相当的欣慰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基于 这样一个很高兴的心情 就跳上车去讲几句话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以目前立法院的乱象来讲 只有四个字 叫做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那么大家也知道 立法院这些立法委员 不孝的立法委员所发表出来的言论 基本上都是在符合中国共产党 那么大家要记得 中国共产党它的最大的一个 这个他们的政治的一个斗争的手法 就是说 它说政治上的夺权一定是用暴力 一定是用暴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今天立法院的这些不孝的立法员 他们就是应用所谓多数暴力 强度官山 而且不顾法治的心态 要利用我们台湾的这个法治 来破坏台湾的法治 利用台湾的这个民主 来毁灭台湾的民主 甚至于要贪瘫台湾的政治的运作 我这是不可以容忍的 那么更忧心的是 我到最近这几段一段时间 听很多朋友在讲 说他们居然敢用暴力 我们也用暴力好不好 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存在了 那么我是在想 务急势必缓 所以说如果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继续无法无天的话 那么恐怕民众的暴力 会用来作为制裁他们这些 这些政治暴力的手段 那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是我最忧心的事情 你认为人民战出来还是关键 那我请教是林玉姐的事 50年前在台大的校园里头 为了民主为了言论自由而奋斗 你看你们当时怎么去躲避 这些学校被埋伏的这些警总部队 而现在50年后的今天 好像还是捍卫民主自由 您自己的心情呢 对因为50年代50年前 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 所以其实在台大里面有党政军 有警备总部调查局 其实是一个就是处处 处处有这种人 来监控你的一个时代 那当时呢我在我就觉得 言论自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1971年的10月15号 我就决定办理言论自由在台大 那真正要谈的是言论自由 我加上在台大三个字 是作为一个附身符 这样才通得过学校的这个核准 那为了举办这个座谈会呢 我觉得必须要让全校的同学知道 我们有这个座谈会 所以在这个座谈会的两天前 我们就发行了一份快报 叫大标题叫 我们要说话的权利 结果这个事实上当天 快报发给全校之后 我们印了1万份 当天晚上那个正好乔委会 有办那个归国华侨 因为10月10号嘛 就归国华侨 他们就去询问说 为什么台大没有言论自由 然后第二天10月14号下午 其实那个警备总部 就拿了一个鞠票到台大的训导长室 就要把红山雄带走了 还好台大的训导长坚持说 台大校园的事情让我们管 这是我们才知道红山雄的命是保下来 我们隔了好几年后 2003年碰到训导长 他才跟我们讲说 当时我如果把红山雄交给警备总部 你一定会不来了 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么言论自由办完之后 我们得到非常大的回响 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要乘胜追击 所以我们隔了一个月 就是11月25号 我们就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 其实就要喊追求民主的台湾 那其实我们当时办这个座谈会的时候 学校当然不准啦 因为这个太震撼了 他就说我们当时的国民党的知识青年党部 书记长是马赫林先生 那学校就说 如果马赫林先生可以和准 我们才给你办 然后红山雄想很生气 他说校园院的 是同学的爸爸 马英九的爸爸 你的同学是马英九 然后山雄就很生气说 校园内的活动怎么会让国民党的执行党部 你就可以知道国民党是介入台大的 我就说我们稍安勿躁 我们就去请示他好了 我们去 但是我们去请他 我们就转过来讲 我们不是请他核准 因为我想如果请你核准他有责任 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请了台大的六位老师要来演讲 您也非常关心学生 你可不可以来讲话 他就说好 结果我们回来跟训老长说他核准了 其实座谈会是这样子办起来了 那座谈会完之后呢 因为也非常的轰动 然后所以我们就 中央日报是党报连续六天 从连续六天就批判我们学生运动 他说大陆就是被学生运动搞垮的 所以他批评我们之后 我们想怎么样应对这个中央日报的党报 我们就决定再办一个座谈会 叫小市民的新生座谈会 然后那时候训老长还讲说 你在办这个座谈会 有一个人你不能请 就是叫陈古印 陈古印老师是蛮自由派 因为他在我们自由言论自由 民主生活都有出席 我就说好 不会请他 可是我们私下我们就说 陈老师你就坐在下面当听众 那我们请老师演讲完 我们就说有没有谁要发言 然后就请陈古印老师起来讲 所以我们其实就在台大传播这种 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对台大的影响 一万多一万个学生 是影响非常大的 民主的浪潮 那个时候陈古印老师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董事长的出版 当年的书在后来集结成册之后 他在里面担任这个 序言 序言我自己看了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索性在当时 有这样的师长陪伴 让你们不感到孤独 不过在那种时空背景 说真的老师能够帮忙的 也非常有限 而在于你们的勇敢跟智慧 跟意志力是不是可以挺得住 50年前在戒严时期 你说去冲撞 捍卫民主自由 去争取言论自由 50年后的今天 民主依然面临到空前的挑战 来董事长您自己呢 您自己觉得呢 是啊目前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因为 可以说基本上是由目前的在野党 来引发出来的 那么你要知道中国国民党 他其实他建国 他在建党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的 百年的老殿 可是他要记得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念书 他们是怎么教我们的 他们说 他们是反对共产党 要消灭共产党 要缓攻大陆 这样的一个理由 来限制台湾的人民的自由 要求我们付出很多的人权上的代价而来 但是呢 半个世纪之后 他却去跟共产党打交道 然后引进共产党 要来消灭台湾的民主 要来破坏台湾现有的宪政体制 这是相当可恶的一个情况 他骗了 从早骗到晚 从以前骗到现在 所以我常常说 中国国民党是全世界最大一个诈骗集团 那你的同学呢 你当过八年的总统 又当过国民党当主席 在2024年1月13号投票的前三天 他认为习近平是可以信任的 你这位当年的同班同学 你怎么看 你就是认为国民党内 有非常多的马英九们吗 到目前为止是有很多 但是呢 事实上也应该有很多 不认同他们这种理论 甚至于他们这种作为的 所谓的台湾的国民党人 那么谈到马英九 我其实很不应该谈 因为毕竟我还是他的同学 可是呢 这段时间里面 觉得我不谈不行 尤其当他在说 这个大家要去信赖习近平的时候 那我就批评他说 他是中华民国的贼 为什么是中华民国的贼 那么因为 他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却不敢提出他是中华民国 却不敢承认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二 他凭什么要我们去相信习近平 那不是你一个热脸去天然冷屁股吗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会长瞧不起他 而这么说的 那么这么说是因为有典故的 在我们的论语里面他说了 他说相厌德之贼也 什么叫相厌 就是你装得好像 你是一个好好学生 你是一个很慈祥 你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 事实上 你却搞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这叫相厌 所以相厌是道德最大的贼 是伤害道德的 最不应该的人 你年纪这么大了 又当过总统了 你看 美国立任总统 他们卸任之后 都乖乖的归乡 去做他们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只有你一个人 整天在那里装神弄鬼 来移动台湾的老百姓 是相当的棍杆 所以我是相当的瞧不起他 当年在台大 有嗅觉出他的思想 异于平常人吗 在你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 马英九跟你们有过去过吗 其实我必须讲说 当我们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时候 马英九是一个沉默的人 他什么都没有做 爸爸我们当时那个 保卫钓鱼台运动 他其实他根本没有参加 那我们当时 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时候 应该是第一次的学生的运动 而且是出来游行的 那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的 学生的示威游行 然后当时有三个人代表 一个就是红山雄 一个是研究生的一个代表 还有一个是乔生 他们三个人是 带着台大的同学 游行之后走到美国大使馆 跟日本大使馆 递抗议国书 抗议书就是说不能把钓鱼台是我们的 不能要美国说要钓给日本 所以在当时的所有的 我们在参加的这一些保钓运动 还是以后我们做的任何的一个座谈会 他从来都没有出席 所以这样一个总统其实我们 以他今天来讲我们当然是非常的失望啦 我们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你出生的时候是 不知道你会被出生在何处 你死亡你也是不可预测 但是人在生与死之间 是你可以把握的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人生 包括你可以选择你的国家 所以民主国家都有移民政策啊 你不喜欢台湾你就移民 很简单可是你在台湾做台湾的总统 你去任习近平做父 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最不应该 也不值得也没有廉耻 就是这个原因 我补充一下 我们是1968年进入台大 那么那时候到大学之后的 第一个学期的暑假 就要去成功你受信 那个时候他高呼中华民火万岁 那个时候他说消灭共悔 呼这样的口号的人 可是呢他今天过去拿着枪 跟我们一起说要消灭共悔 今天他拿着枪去投靠习近平 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郑重在这里澄清 也许大家不知道 马英九从来没有参加过台大的保调运动 虽然有很多杂志报道 它是台大的保调运动 保调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我们总共有16个委员 15个 16 那我是其中一个 里面完全没有他 保调运动617游行 看不到哪一个人 这个哥哥来的资讯有很大 完全 因为他都是自己乱讲的 他也自己毁业在讲 我没有参加保调运动 反正人家这么讲 他反正顺水推舟 但事实上 他根本没有参加保调运动 因为我们那时候 保调运动的那个保调委员 是由台大的班代表选出来的 当场投票选举 所以我还记得当时前面 前三票高票 红三雄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当时他是台大法选代表会的主席 那马英九是完全 因为他也不是班代表 因为他们两个同班有红三雄就没有他了 所以他本来就没有候选人的资格 怎么不可能当选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一个同学说 那后期马英九有 他混在人群里面 我说他有没有混在人群里面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混在人群里面 他是不是在搞什么特务的职业行动报告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正宗地说 在我们正式的所谓的台大法调运动里面 完全没有马英九这三个字 退一步想 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场景 要面临不同的压力 也许个人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我们以精致角度去检视他也未必公允了 但是重点是说 那现在的总统 曾经八年执政的总统 一直强调我是新台湾人 我喝台湾水吃台湾米 新台湾人 那是总统立总统 当手把他走起来 他打败1998年 陈水扁要寻求台北市长连任 那个时候马英九拿下台北市长 而到2008年你又高票当选 只是说你现在去检视 只是说我们不会以过去你的言行 在那个不同的时空背景里 你去严格的去苛责你 但总是一步一脚印 你点点滴滴说 都会留下去检视 我请教两位说 在台湾现在这个光景里头 在立法院看到你们的声音 而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国会扩权法在全台湾引起一个三读通过 让民意反弹的同时 接下来当然各地的罢免的压力 是会有的 您赞成 我相信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公民 拥有这个罢免的权利 你如果知道这两天的暴力冲突在于 有人要把罢免门槛来提高了 我有时在想就是国民党 你头上不知道想什么 这个难道这个后作用力 不会反映到你们身上吗 那当年这样的选罢法 那也是国民党民政党 大家座座会所形成的一个共识 那你现在你要因人设置 甚至是抢夺掠夺宪法赋予人民的权益 这边你在街上也看到你们两个人 站上就再度站上街头了 你们所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让你们在基隆进行所谓的开讲 来董事长您先来好吗 我先来 是这样 那个是因为这个谁啊 那个赖宗抢他们有所谓的清鸟活动行动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去那边 那么借着那个机会可以来这个 先养一下清鸟的一个理念 那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冲着要罢免这个议题去的 但是起码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舞 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民意是挡不住的 民意是挡不住的 当你一个执政者 或者是目前所谓立法院的当家人 立法院目前当家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而不是民进党 所以这个当家的人 你在那里闹事 他们常说你们当家不要闹事 那其实现在目前立法院就是当家者在闹事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怎么样可以借助大家民众的力量 那么让民众多了解一下 到底民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当你的民权受到侵害之后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补救的措施 那我在想 罢免的事情势必免不了的 因为立法院的这个所作所为 这个引起了公愤 那么这个所谓公愤 是没办法你用三言两语去解释得清楚的 所以我想民众已经开始站出来了 人民的力量是关键 因为民进党在这一方面 我曾经挑战过民进党中央 不管是地方的立法委员跟民意代表 我说你们政党不介入 你政党的组成 很多还是跟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那现在的罢免是在于 人民的权力被剥夺了 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 这些立法委员 我可以让你上 当然了你不试任 甚至你违背民意跟民意对抗 在国会殿堂进行这种扩权 甚至藐视国会权都未来 可能会降临在老百姓身上的时候 我当然还是要透过宪法赋有了权力 让你下台 其实罢免某一种程度是刚刚好而已 但是政党在这方面 感觉态度是有点比较保守 完全要靠人民来站出来 在这方面来林玉姐您的思维 我的看法其实跟小军很像 我觉得政府本身就是要捍卫人民的权益的 你执政党是去实现人民的欲望 人民所大多数人民的欲望 所以今天我觉得反而是执政党算是比较保守的 反而是民众站出来了 那我真的是非常期盼这个执政党政府机关 你要听到民意 而且要勇敢的去执行民意 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罢免呢 本来就是有选举 所以才会有罢免嘛 那你如果对一个不适当的人 出了罢免你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觉得还要进一步讲 我很担心那种 就是非区域性代表的那些 非代表就是职业团体什么这样选出来的 用那个什么政党的当选的 那些民意代表 那种民意代表要怎么样罢免 你说是不分区 那不是区域例 像民众党在发起 是没有办法罢免的 这个是不分区选出来的 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才觉得这个我们的法律是要改的 这种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应该怎么样罢免他让他下台 民众被刑闹可怜天都砍自己的手架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 这个是应该要改进的 你自己50年前对抗 这样的一个威权体制 也算是国民党执政嘛 50年后再度走上跌头 同样对抗的是国民党 50年来你觉得 国民党差异在哪里啊 我觉得最大不同点是我们50年前是因为对抗 当时国民党是对抗共产党的 那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就是说有什么杀猪宝宝宝 等等是对抗共产党 今天国民党变成拥抱共产党 这个很奇怪啦 现在又这些有一些立法委员他穿着西装裤脱起来内裤说我是穿红内裤的 这个是非常奇怪所以我觉得这种有刺涉刺涉被刺涉侵犯的这些立法委员 我们是真的老百姓要睁大眼睛啦 所以对于这种刺划而没有台湾心的立法委员 我们除了罢免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说下一次选举请要睁大眼睛 要看清楚这种没有台湾心对台湾没有感觉 没有以台湾为你真正家的一个立法委员 绝对不要投他的票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终结这些人的政治生命 那他们喜欢习近平的欢迎你就可以移民到中国去 您觉得呢50年来国民党的差异在哪里呢东长 就是从刚刚您讲的就从对抗国民党变成拥抱国民党 那这对对所谓台湾的那个老百姓 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承受的戒严的痛苦 牺牲的生命根据这个官方的资料 在所谓的戒严统治之下的白色恐怖 牺牲的台湾的老百姓生命超过30万人 超过30万人 超过30万人只是生命而已哦 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的自由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失去自由 而影响他们的家庭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 的幸福跟自由的这种状况是无计其数 换句话说台湾的老百姓付出了惨痛代价 让你中国国民党生存下去 当初是你假借要反共 今天你反而默示了台湾老百姓的牺牲 而去拥抱中国共产党 甚至引进中国共产党 要来消灭台湾 这是不可以理议 也不可以原谅 所以台湾人民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也很多人赞成 让罢免遍地开花有何不可 在未来这条路上 两位扮演一个这么积极的民间人士 你们会想要什么化为具体的行动吗 林玉姐 我还是很注意这种年轻人的一个想法 那我很希望说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爱台湾的心 因为尤其是像我们青岛行动 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站出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再给他们比较扎实的论述基础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活动 那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青鸟行动呢 我们需要有一些讲者例如一些教授级的 或者是一个专家 那我们希望可以开到校园去 让一个到校园的学生们都有机会去接受这一些论述 然后要真正去认识共产党是什么 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是什么 那其实自由民主也是有我们的界限 所以怎么样在你这个界限里面 让自己生活的更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来 董事长 对 那么青鸟行动我觉得是一个 在目前这种很糟糕的状况之下的一个转机 一个转机 但是呢 这个转机 你一下子让它消灭掉 就完全没有办法后卫它的功效了 所以刚刚林与所讲的 你怎么让青鸟行动 能够在全省各地来开放 是 那么怎么样让比较有心来推动台湾民主的这些人士 凭着他们的学士 凭着他们的经验 可以来让更多数的老百姓 尤其年轻朋友 能够来知道民主的重要在哪里 民主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自由跟权力是怎么样争取得到的 那这样的话大家后期能够团结一致来对抗 迫害台湾目前政治形态的这些人 其实我也分享我从517 521 524 528 到619 62621 我们一直在立法院全程转播 这过程里头说真的 来自于学生刺激我们的一些思维 我们是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你麦克风储上去 几乎九成九的年轻朋友 更不用说年长的 他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这里 我为什么我下课就要过来 甚至我从白天我翘课也过来 为什么 那这里头不管是自营者 其实年轻朋友的回答 跟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这个地方您所所谓的 不管是启动这个宣讲列车进入到校园 其实在青鸟行动里头 我们看到台大 我记得台大社团里头 他们联合会里头联合了到20个以上的社团 其他的学校不管东吴东海 或者是其他的学校 也看得到非常多学生的参与 所以最后我想请教是说 您在1970年在就读台大的时候 因为创立了台大法研社 而在台大法研社里头的刊物 台大法研的当时还写了一个快报 叫做我们要有说话的权利 我们要有说话的权利 举办的中央明代 是否应该改选的辩论活动 50年来一路走来 现在看起来 哇 这是一个琢磨 有远见啊 有高度的视野 你们当时的时空背景 再来对照现在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 甚至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两位谁先来好吗 好 那你一起先来 其实年轻人是非常有可爱的 而且年轻人更有活力 是 所以我觉得 当有一个 event 发生的时候 年轻人很容易站出来 这是我们值得清晰的 可是我们要做到的是 你没有 event 的时候 你也要好好的思考 那样子才能够长续 那其实有一句话说 国家因为人民而伟大 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因为它有伟大的人民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民 我们不能再寄望 那个70岁的老先生 要一直站出来 我们真的要寄望 我们的年轻世代 尤其是大学生这一代 你们一定要 自己去好好的念书 我觉得以前 我跟三雄先生念了很多 国外的书 我们才知道 在戒严时期知道自有民族 所以你要多念书 要多去请教老师 你要常常请老师来演讲 你可以用社团来 请老师 请专家来演讲 你要教育你自己 所以我们希望 年轻人士不断地学习 然后不断地成长 你们才能够成为 一个伟大台湾的中间分子 这是对年轻人的期望 是 是 董事长您呢 是这样 年轻人其实 有年轻人的好处 他们比较有冲劲 有冲劲 但是呢 在施力方面 恐怕有时候 还是会有所不足 这是我 因为我当过年轻人也知道 那么但是呢 有一句话 我过去也常常在讲 就是说 应该是伦宜讲 他说 自繁而塑 那么千万人无望已 也就是说 你要自己去想一想 到底对还是不对 如果是正确的话 有道理的话 那你就是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那个时候 吴希伦龙大 要去跟国民党对抗 也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年轻人 我是希望能够 好好的思考 就是说 你目前如果你要关心政治 那目前政治 最大现在的问题 是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那么你要思考的是 中国国民党过去 是要我们去对抗共产党 今天他去抱着国民党大腿 来要我们欺负在中国共产党之下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合理不合理 你愿意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民众党 那么柯文哲 他夺取了 这个蒋渭水 台湾民众党的名号 成立了台湾民众党 如果你的精神跟那一致 那还OK 你要知道 蒋渭水的最大的一致名言叫什么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是蒋渭水成立台湾民众党的 最重要的宗旨 可是今天你柯文哲 他什么 他说两岸一家亲 年轻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这些政治上的丑角 他们只是在那边跳丑 在表演而已 我们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 所以这是我郑重的 希望能够台湾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思考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然后选择自己的路 国仇家恨 国民党会笨道去拥抱 当年的敌人 而在歧视分明 歧视鲜明当中 敌我 许多老百姓都这么清楚的状况底下 国民党的路线做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极力去拥抱共产党 子弹是不会选择的 当子弹打过来说 他会分得清楚 是蓝是绿是黄是白吗 是不可能的 而在渗透 在这个间谍第五纵队 在台湾的同时 威胁到是每一个人 不分你我不分党派 不分年幼的 国民党会笨到这样 这路线的改变 我不知道 你们觉得为什么 对我自己先讲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这是一个很大的名词 事实上国民党的民众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国民党的时候 我就会想加一个叫做说 不肖的立法委员那些国民党 因为这些人讲实话 我也不认为他们认同共产党 这些人我觉得只是认同私利 你去看看这些人他们可能去大陆了 然后他们拿到什么样的私人利 甚至有些人是在那边有做生意的 他们这些立法委员有受到那些台商 在大陆做生意的一个支持等等 所以我也不认为这些不肖的立法委员 有什么共产党的论述 那也罢了你真的是认同 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私人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去 纠正导正那些不肖立法委员 而是说教育我们自己人民 我们要认清 这种只要是不爱台湾的 这些不肖立法委员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背景 跟私利的背景 我们要去看透那个原因 是 然后不要再支持他们 是 洪总长 我基本上看完是一样的 对 如果不是为了政党的私利 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的话 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那么尤其呢 在我们所谓实施的这个 转型正义 跟这个所谓的党产条例之后 整个国民党过去他们是靠什么 靠着钱 来维持他们的二势力 但是一旦这个钱慢慢消失 是 的之后 他们要靠 他们要找的是另外一个 他的所谓的靠山 嗯 因此他们转向中国 转向这个 这个共产党去 刚好 他可以在中间 变成所谓长头草 到大陆 他们所谓 他们去那里摇尾麒麟 回来 就 伸张他的声势 这是 其实他们的道理上 只有这样而已 因此 大家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的话 那么应该共同来抵持这样的情况 是 两位今天都有提到 教育 教育 对台湾来讲 其实这是应该是一种 潜移默化 但是我们也知道尽管在 你们的年代 跟我们这个年代所读的教科书 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如果你 你回归我们过去的 从小所接触的一些课本 其实还是非常暧昧的 他没有办法去大胆去认识 就是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的国家 然后这种大中国思想 你只要文言文变少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孩子的程度会变差 然后文言文要变多了 我们才会有所谓的大中文化思考 那这个叫做去中国化 可是在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感觉 你从小到大 就是应该要认识台湾 你从小就应该告诉他 我们的母语怎么讲 我因为这两天刚好是我成立频道两周年 那我给我自己的期许 我刚刚其实也跟董事长 包括林玉姐分享 我希望真的可以行销台湾 我希望我拍摄的影片 能够走出2350万 那过去这段时间 我不管跟Discovery合作 国家地理频道 以及未来跟Netflix合作 我其实都不够 我希望让全世界在地缘政治台湾 非常关键时 我们的软实力要让你看到的了 因为全世界都对台湾充满了好奇 可是台湾的这种文化产业的输出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而在此同时 我更觉得语言的流失 也是身为一个媒体人 非常沉重的使命 我若是想着说 啊 年轻啊 年轻啊 都不要说台语 其实我遇到那种 我想到这种场景 其实心很痛 心很痛 对我来说 我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 自小的跟他说台语 我很感谢 因为你要说的台语 你一世人都要说 我以前要警察公布电台 要做编辑的时候 要去抠起 那对方要求我要录一个TAP 我有一时想说 蛤 要抠起 那我在辅大的时候 我们有修正音班 因为我自己学大传的 那时候徐谦老师 那时候就说 啊 辅大讨了喔 可能就是在家里 跟爸爸妈妈做生意 不可能去做记者 那记者啊 拍客户 我没有一个爸爸 在电视台当老板 报社当老板 没多可能 可是当我来 警察公布电台 要去 去争取他的编辑 我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说 啊 最近都不要跟他说台语喔 因为我希望恢复成北京腔 可能方便我去录取 可是一路走来 去接触的非常多的时候 都觉得说 哦 原来 这是我们的议员耶 我们主持人 怎么会 去断然去灭绝 我们的母语 甚至到现在 啊 这么多了 你说两千年 你台湾 已经政党轮替啊 我的阿扁啊 我的妈姨 叫他去揣一门 现在懒清定 哎 那个台语 包括了客家语 甚至原住民 都可能面临到灭绝耶 那这些 不是应该扎扎实实 从教育着手吗 你不去做 怎么可能会有改变呢 只有灭绝的一天而已啊 两位可以分享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就是一个叫做 林恒泽医师 林恒泽医师的这本书 他80年的回忆 对 那么他是一再再主张 他说他虽然是个医生 但是他毕生从事什么事业 从事文化事业 所以呢他在台湾 所谓的新草文库 我不晓你有没有印象 是 新草文库是要催生出来的 新草文库 这个封面开始绿绿的 对 那么他到美国去之后 他又催生了新草重书 又在美国成立了台湾文库 他最主要宗旨就是 刚刚小青所讲的 他认为 台湾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文 的这个教育 人文的好坏 对于你国家国格的建立 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 或许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找他来 让他谈一谈 因为他毕生 今年已经85岁了 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他毕生就只是一个原则 他说台湾要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台湾必须是一个文化伟大的国家 是是 林一姐 我很赞赏你 小军刚刚讲到那个教育的问题 教育要从小砸根 你知道我最近才 前两天特别请我秘书去买什么呢 小学五年级的课本 我要知道小学五年级讲什么 讲什么 教什么 除了英文数学之外 他们有一个叫社会科学 是 社会科学 我翻了半天 有什么跟台湾有关 有一篇难得2284件 那但是这个就是给小孩子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文化沙漠 台湾的文化沙漠 所以应该我们要好好从小学的课本交进 到目前还是有很多人说 以前现在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是是台湾是从中国研发出来的 这样子衍生出来的等等 所以这种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做的 而是说教育部本身 你就要有台湾的本体性 然后有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语言 台湾的生活习俗 台湾怎么样的来源 台湾的好山好水 我觉得到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都应该开始教他这个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小培养小孩子 认同你自己的国家 是 谢谢林玉姐 谢谢董事长 谢谢你 在台湾这个土地 要做的事情好像还蛮多的 一个人说真的 走不远了 一群人才能够共同走得远 也希望在壮大台湾的路上 有海内外观人朋友 大家一起攜手往前进 就像是林玉姐 她们始终如一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就像是董事长 也谢谢所有的观人朋友 在线上跟我们共同来聆听 在这一场国内政局当中 非常不一样 在当年所掀起的学运 而50年后的今天 依然在捍卫台湾民主道路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我们再会 拜拜 在台湾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品牌 听到奇美是一种保障的感觉 阿苏 爱奇美 我爱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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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奇美 小白 老 Abdu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